大家好,我今天的演讲主题是 从Apache Kafka到Pauser系统牵引指南 这是今年演讲的目录 首先我做个自我介绍 然后我们对消息处理和流出理平台 做个简单历史回顾 最后我们会对Apache Pauser 这个技术做个简单的介绍 以及对比一下它和现有的消息处理和流出理 技术相比它有什么样的优势 最后我们会探讨一下 从Kafka到Pauser的系统迁移 有什么样的模式我们可以注意 最后我们以总结和问答来结束这次演讲 自我介绍 我叫孟雅宾 现任DataStacks公司先锋架构师 我主要研究和工作的兴趣是在数据库和相关领域 最近这些年来主要是集中于大数据 NoSQL数据库 以及实时流数据处理的系统架构 设计开发和资讯工作 如果大家对Apache Cassandra项目有所了解的话 那么对DataStacks公司应该不陌生 DataStacks公司一直以来都是Cassandra项目的主要开发和支持力量 我们的创始人和CTU 也是开源社区的积极用户者和参与者 除过Cassandra项目和Pulsor项目以外 DataStacks公司这些年也贡献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开源项目 比如说StarGate.io 这是一个基于Cassandra的一个开放式的Api Gateway 意思呢就是说是任何开发者通过一些简单的Api调用 比如说REST API或者GraphQL API 就可以实现对Cassandra数据库的读写和查询操作 这样就大大降低了人们使用Cassandra数据库的一个门槛 还有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开源项目是K8Sandra.io 这个主要是集中在Kubernetes环境里面部署Cassandra 这样的话对Cassandra集群的部署管理已经用为 就会大大简化 然后提高了我们的生产效率 然后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消息处理和流处理平台系统 在我们回顾这个消息处理和流处理系统之前 我们必须明白现在的商业决策实实性几乎是必须的了 如果任何一个公司的商业决策还是基于像以前的批处理的模式来进行 进行的话那么它的这个商业活动可能会就会就会大的落后 可能会就被淘汰掉 我们以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来举个例子 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核心算法呢 都是很多一年以前就提出的 现在的这些核心算法也基本上是没有的太多的变化 但是我觉得呢 最近这几年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因为由于硬件和软件技术的发展呢 使得实时的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成为了可能 所以说呢 这几年我们看到了这个在这个领域里面 这个有非常快的发展 那现有的一些消息处理和技术呢 最近的像卡夫卡也都是十年以前发布的了 像GMS基于GMS的技术呢 基本上是以二十多年以前发展的 发展就是发布的 或多或少呢 这些技术都是可以说是在解决昨天的问题 当我们有新的一些计算要求出现的时候呢 这些已有的技术呢 就不能很好地满足我们的需求了 简单说一下 就是这些技术呢 可以大致归为两类 第一个是在卡夫卡发布以前呢 这些所有的这些消息处理平台呢 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式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传统的基于对裂的消息处理模式 那卡夫卡发布之后呢 它主要解决的消息模式呢 是高性能的这个基于发布订阅的这种实时数据流处理 所以说这两个数据模式呢 是卡夫卡不能满足这种传统的消息处理模式 但是传统消息处理技术呢 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种高性能基于发布订阅的这种实时流数据处理 这是这些技术的一些限制 由于这样的一些或多或少的限制呢 很多企业在解决他们的商业问题的时候呢 都不得不采取一种螺刷化的解决方案 就像我们这个右图所演示的这样子 这个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呢 它会有很多造成很多的挑战 比如说是它造成技术孤岛 然后非常复杂的架构 然后在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迁移和同步 也会变得非常复杂 还有比如说它会造成的高的 比较高的成本支出以及运营支出等等等等 所有的这些都说明我们现在的企业在 需要一个新的消息处理或流出理技术 作为一个解决方案 我们认为呢Apache Pulsar是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为什么呢 因为Apache Pulsar提供了一个一体化的解决方案 这个关键词呢在这里是一个一体化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来理解这个一体化 第一个方面呢是呢 Pulsar呢本身呢这个技术是提供一个 非常灵活的消息处理模式 它可以既可以满足这种传统的基于消息 对立的消息处理模式呢 也可以满足这种比较新的 基于消息发布和订阅的这个高速 实时的流数据处理的模式 这是它的第一个一体化的体现 第二个一体化的体现呢 是Pulsar这个技术本身呢 它是支持跨数据中心跨第一的数据复制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本地的数据中心 在不同云服务平台上的数据中心有效的 连连接起来 然后呢数据的在这些不同的数据中心 进行的数据复制呢 是是一种一种自然的方式实现的 我们不需要依赖于任何第三方的软件 也不需要做任何的复杂的数据转换和迁移工作 从这两方面来说呢 我们认为Pulsar是符合了我们现代企业 所需要的一个消息处理和流处理的一个需求 那么什么是Pulsar呢 从简单来讲呢 Pulsar也是一个机遇发布订阅的消息处理 和流处理分布式系统 它最早是在Yahoo开发的 然后2018年成为顶级项目 但是我们从右边的图可以看上的呢 Pulsar这个项目 发展得非常迅速 你可以看到从2018年成为顶级项目以后呢 它的关注度也非常的变得非常的高 在这个开发者群里面 关注度也变得非常的高 然后活跃的开发者人数呢 也是直线上升 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呢 是最下面这张图呢 它对比了每一月活跃的开发者人数 在卡夫卡社区和在Pulsar社区中的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的这些时间里以来呢 在卡夫卡社区里面的活跃开发者人数 已经小于了在Pulsar社区里的开发者人数 所有这些都显示Pulsar是一个非常充满活力的系统 而且从我们和客户相互交互的体验里来看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趋势越来越多客户呢 被吸引到这个Pulsar这个项目里来 他们认为这Pulsar可能是一个对他们这个 商业模式的商业面的一个更好的解决方式 我们为什么Pulsar是相比其他系统是有一些优势呢 我在这里主要想谈四个关键区分点 第一个关键区分点呢 是从系统架构的角度来讲啊 它是采用了一种比较灵活的架构 第一个呢是它的消息处理层和消息存储层是分开的 我们可以看在右边的图可以看到 这个消息处理层呢 是以在这个broker的时候 这个代理人层面来实现的 然后呢当broker呢 它是一个无状态的服务器 当他需要存储消息的时候呢 他会把这个消息 这个请求转给这个 转给一个存储层叫做bookie 也就是另外一个apache的项目apache bookkeeper 然后这样的一个分层的设计呢 好处就是说是它的对系统的扩容性 会非常灵活 我可以独立的扩容这个 代理人服务层 或者说是我可以独立的扩容这个bookie层面 同时呢当我们在存储这个消息的时候 在bookie层面存储消息的时候呢 它是以一种非常小的这个消息单元来进行存储的 叫做segment based storage 是就是基于分段的消息存储 相比于cafrica中呢 是基于分区的消息存储的 这种单元非常小 这样这就确保了当我们在扩容这个bookie的一个层面的时候呢 所需要这个数据的迁移 数据的拷贝在不同节点的这些拷贝呢 会变得非常快速和灵活 更好的这样的人的话 这两点结合起来呢 确保了pulsor从系统架构角度来讲呢 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系统 而且它对系统的资源利用率会更好 系统的扩容性会非常快速 而且对现有的程序的影响会很低 这是它的第一个优点 第二个优点呢 我已经简单的提到过 是pulsor它有自己内置的跨地域和数据中心的消息复制 它不需要借助任何第三方的软件和产品 就可以实现一个无缝的数据复制 这是现有的所有的系统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而且从这个消息复制的角度来讲呢 它也可以以一种非常灵活的方式来进行配置 比如说是同步或者异步 或者说是选择性的消息复制 主主结构或者主层结构等等等等 你可以有很多的不同的选择 来满足你自己的商业需求 这是第二个优点 第三个呢 是pulsor它有自己内置的非常成熟的多租户系统 支持 pulsor系统在设立的时候呢 这个多租户这个概念 就是tenant的这个概念呢 就已经是它的一个设计的一个 设计的一个功能了 它不是一个逻辑上的概念 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实现的功能 那怎么说呢 就是说是在当我们在消息 把消息存储在pulsor里面的时候呢 它是一种三级的方式来管理消息的 第一级呢 是这个租户 就是最上面这一层tenant 在tenant底下呢 可以有不同的名空间 然后在不同的名空间里面呢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消息主题 消息呢 是直接发布在消息主题里面 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确保了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呢 是我们可以通过用户验证 以及继续角色的全线管理 来进行有效的这个全线分割 这样的话 一个租户的系统用户呢 只能访问这个租户内的消息 他不能访问别的租户的消息 就是这个全线分割是清晰界定出来的 第二个呢 pulsor本身呢 又提供了非常灵活的这个系统资源隔离的措施 比如说像一些策略 一些在名空间 或者说是消息主题层面可以定制的策略 还有一些资源的配额管理等等 这样子一些灵活的系统资源隔离呢 确保了每个租户在这个系统里面 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公平的资源使用 这样就避免了所谓的 吵闹的邻居这样的一个场景 意思呢就是说是如果是没有这样子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资源隔离的措施呢 那么有些租户呢可能会把这个整个系统资源全部利用掉 然后那么别的租户系统呢就没办法去正常工作了 在Posal里面呢 这个点是很好地被解决掉了 这是它的第三个优点 第四个优点呢就是我们之前也已经提到过的 它有一个非常灵活而功能工程强大的消息处理模式 所以说它也本质上它也是给予这个消息订阅模式的 但是它这个订阅模式呢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来实现 我们这右面图里面显示了 Posal本身提供了四种不同的方式 第一种是独享的订阅模式 第二种是Failover的 第三种是共享的 最后一种是基于建制的共享模式 我们就不深入探讨这些模式的技术细节了 但是就是通过这些不同模式之间的和不同这个订阅之间的配比组合呢 我们可以实现既可以满足传统的基于消息对列的模式 基于传统的消息对列模式的消息处理机制 也可以实现基于像比较新的CAPA这样子 这种发布订阅模式的实时流数数据处理模式 总体来讲呢 这就是为什么Posal可以用来解决不同的这个消息处理的 或者流数据处理的这种商业问题呢 这是它的第四个优点 那么考虑到Posal有这么多的系统优点呢 我们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当我们 怎么样我们从卡夫卡可以做到一个到Posal的系统迁移模式 当然最根本的对任何系统迁移来讲呢 你都可以从这个系统迁移角度来讲呢 你都可以重新写你的代码 比如说Posal有它自己的客户单的API 比如说是对于基于这个消息发布和消息 消息订阅的这些API Tafkai也有这样的API 那么我可以把我现在有的现有的程序重新写 就是基于这个Posal本身的API重新写 然后呢遵循一些通用的系统迁移的一些准则 比如说数据的迁移测试等等 当然这样的一个一种迁移方式呢 是非常昂贵的迁移方式 你会牵扯到很多的人力资源 然后时间可能还有好多的测试 需要协调等等 那么我们就在想 有没有一种低影响的方式 从卡夫卡迁移到Posal 首先我们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个可能是存在的 因为为什么呢 第一个呢 从系统使用角度来讲呢 卡夫卡和Posal有非常 有很多非常相似的地方 首先他们都是分布式的基于消息发布和订阅的系统 他们在存储层面呢 他都是以分布式日志文件的处理和存储 他们消息都是以主题来管理的 都存在这个分区消息 分区的主题和不分区的主题 然后对消息的进行查询 也是一个非常通用的操作 他们都有这个消息生成和消息消费的概念 在对消息进行消费的时候呢 然后他们都要跟踪这个消息消费的位置 比如说在卡夫卡里面是叫做offset 在Posal里面叫cursor 同时呢 从这个卡夫卡和Posal schema的这个对应关系来讲 他们基本上是一对一的 在卡夫卡里面呢 当你需要做到这个schema支持的时候呢 你也需要一个schema registry 那一般是confluent的schema registry 但Posal呢 有他自己的schema registry 但是从支持的类型 数据类型来讲讲呢 他们几乎是一样的 都支持这个原始类型 一些复杂类型 比如说Jason Averall 或者Protobuf等等 如果你不指定这些类型的话 他缺少的就是 是自节流的这样模式 所以说从这个schema处理角度来讲的话 Posal和卡夫卡又是非常相似的 那么我们就在这后面几个 后面环节里我们就探讨 现有的这Posal的技术里面 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做到一个低影响的 从卡夫卡陈移到Posal系统 然后我们第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使用Posal内置的Io连接器 Posal内置的Io连接器的概念呢 和Kafka Connect是一个概念 它都是帮助Posal或卡卡 从和别的系统之间进行交互的这样的一个程序 Posal呢 有这个内置的Io连接器呢 有圆端连接器 那就是帮助从别的系统读数据到Posal 它也有目标端连接器 是从Posal写入数据到别的系统 卡夫卡 作为圆端连接器和作为目标连接器 都是Posal的内置的Io连接器 所以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开发 这是Posal本身就提供的 而且这样子的一个连接器的使用呢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是一个基于配置的过程 最基本的这个使用连接器的这个过程序呢 就是你下载相应的连接器的文件 到这个Posal的Connector的子目录里面 然后创建一个连接器的配置文件 比如说在这个右边的 我们显示了一个 Kafka圆端配置器的配置文件的例子 在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要指定这个卡夫卡的这个 服务器的地址和端口 以及这个消费者 消费者组的名字 以及这个数据 消息主题的名字 当这个配置文件和这个连接器的 文件都 都 都准备好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Posal admin 这样的一个 命令行的程序来 来创建这样的一个连接器 当创建 当创它这个连接器被创建了 是什么意思呢 它实际上是 是作为一个 卡夫卡 broker 就是这个代理人程序的一个扩展 来运行在Posal这个 集群里面 就相当于 你可以部署多个连接器 每个连接器 你都需要启动它 当启动以后呢 就相当于Posal这个broker这个代理人程序 有一个额外的扩展 这个好处呢 就是在客户单来上没有任何影响 客户单还是连接到卡夫卡的这个集群里面去 但是每一个写入到卡夫卡的消息呢 会被自动被这个连接器捕获 然后写入到Posal里面去 所以说这是一个低影响的一种 数据迁移方式是从卡夫卡到Posal 第二个方式呢 是利用这个Posal 卡夫卡 wrapper这个API 这个API呢 是一个Java客户单的API 所以它只针对这个Java程序 在根本上来说呢 这个API 它是基于Posal这个客户单的API来实现的 但是它也同时实现了卡夫卡的接口 从应用程序角度来讲呢 唯一要做的改变可能就是两点 第一点呢 是你需要改变这个客户单成绩的这个依赖库 我们右边就显示了这个什么什么样的依赖库 需要做改变 基本上你是把这个对卡夫卡客户单的依赖库 改变到这个Posal这个wrapper API的依赖库 然后呢 由于这个它是实现了卡夫卡的接口呢 那你的客户单的程序呢 还是以卡夫卡这些旧的卡夫卡的模式去写 只不过是在 在在背后呢 这个这个API呢 做了一个API的转换 从卡夫卡的这个API转换到 Posal API 然后来实现对Posal的消息的数据的读写 从这个 所以说呢 对客户单的影响也是非常小 但是呢 由于这是这个API是做了一个翻译的工作 那么 它还是有一些限制的 那么 在这个文档里面我也列出了这个 链接 就是Posal文档里面 对这些 已知的一些兼容性的考虑都列建出来了 就是有些卡夫的功能 可能通过这个API并不能实现 所以如果说是你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场景 那么你想进行一下这个卡夫卡到Posal这个迁移的一个测试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快速的方法 还有 下面一个呢 是我们推荐的一个方法 就是卡夫卡按Posal叫KOP 这个呢 是由Stream Native公司呢 开发的 它也是一个开源的项目 它是基于这个Posal本身自己的一个协议插件管理器来实现的 我们看右边的这个图呢 在这个核心的这个Posal的功能之上呢 可以有不同的这个协议管理器插件 在这张图里面 我们有这个Posal协议器管理插件 以及卡夫卡的协议器管理插件 实际上现在呢 还有另外两个就是说基于AMQP和MQTT的协议插件管理器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是连接已有的基于AMQP和MQTT的系统 这个好处是这样子的是 因为它是对直接实现了卡夫卡这个协议 那么就是只要是在卡夫卡协议里面定义的功能 它都有支持 再一个呢 它是在网络层解析的卡夫卡协议 所以说它的性能会非常好 而且这个协议解析器呢 是部署在服务器端的 它是作为broker 这个Posal代理人服务程序的一个扩展来实现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它的可以更好的利用系统的资源 而且性能会有保障 如果要使用这个KOP呢 你必须要至少使用Posal 2.5以上的版本 它的使用方式也是非常简单 也是基于配置的 基本的流程都是一样的 你下载这个KOP的这个文件库 到这个Protocol子目录里面去 然后在每个Posal的代理人服务程序的主配置文件 broker.com里面做一些关于这个协议 消息协议的一些配置 比如说是指定这个消息协议是Kafka 还是什么别的协议 然后Kafka的Listener是什么等等等等 然后配置做完了以后呢 我们充其Posal的代理人服务程序 然后从客户单呢 唯一需要做的是 你的这个链接 从这个旧有的Kafka系统指向这个新有的Posal系统 但是这个所有的 所需要改变的只是服务器的地址和端口 所有已有的一个Kafka的这个程序都保持原样 所以这个几乎是一个零影响的一个潜移模式 最后一点 而且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 Kafka本身呢 更它有比较丰富的外围系统的支持 通过这个Kafka Connect 先有的这个 我之前已经也讲过 Posal的内置的IO连接系呢 是同一个概念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挑战是呢 因为Kafka Connect 是一个非常大的生态系统 很多公司呢 都会开发自己的可能 开发自己定制化的一个Connect的程序 这样的一些定制化的Connect程序呢 不一定存在 在Posal内置的IO连接器里面 当然我们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开发对应的IO连接器 因为Posal内置的IO连接器是一个可扩展的 你可以只要是实现这样的一些接口 就可以实现 所以说是这个 你可以开发自己相对应的一些连接器 但是呢 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来 我们不想开发新的工 不想开发新的 重新写我们 重写我们程序 那么有没有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 对这个Connect的进行程序进行迁移呢 同样的 Posal呢 的确也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叫做Kafka Connect Adapter 叫KCA KCA呢 它主要是用了 弥合这个Kafka Connect的迁移的差距 这是我刚才讲的 在KCA呢 它也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KCA Source 就是原单的KCA和一个KCA Sync 是目标单的KCA 总体来讲呢 KCA Source呢 是在Posal 2.39已经出现了 实际上Posal内置的Debizium Source连接器呢 是就是基于这样子的KCA Source来实现的 但是很久以来呢 它没有Posal没有提供这个KCA Sync 而且呢 KCA相关的文档比较少 那么Data Stacks公司呢 最近在就是贡献了这个KCA Sync 是在Posal 2.8里面来实现的 我们用这个KCA Sync的这个架构 来解释一下这个KCA 怎么来帮助实现Kafka Connect的程序的迁移 Source段是一样的概念 只是因为我没有找到这个Source段的这个设计图 那么我我用了这个这个目标单的这个设计图来解释的概念 你看核心的这个里面呢 是Posal是是作为 这个最核心里面是Kafka的Connect Sync 就本身的这个程序 然后呢 它外面包包了一层Kafka Connect Adapter Sync 就KCA Sync的 然后当数据写入Posal的时候呢 然后这个KCA Sync这个层面呢 它它懂得 它知道怎么解析这个Posal的Message 然后它同时呢 它又知道把这些Message的请求呢 转化到Kafka Connect Sync的Message的请求 这样通过这样的一个架构呢 我们当数据写入到Posal里呢 它可以通就直接写入到第三方的系统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不需要改写任何系统 我们是利用EUK Kafka Connect Sync的功能 来实现数据的写入到目标系统 但是呢 中间有个转换过程 来实现从Posal请求到 这个Kafka Connect Sync的请求 这个概念是比较简单的 那部署过程呢也基本上比较简单 首先你要 要build这个相对应的一个 这个相对于Kafka Connect Sync的一个 KCNR文件 build好这个NR文件以后呢 然后你定义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当这两个文件都存在的时候呢 它就是作为一个标准的Posal的IO 连接器来部署 就是通过这个Posal的Message 这个命令行程序来部署 这和内置的连接器是一样的 当这个部署成功以后呢 那么就它是作为一个Posal服务程序的 就代理人服务程序的扩展来运行 每次有一个 假设我们有一个新的数据 写入了Posal呢 那么它就通过这个KC的Adapter呢 调用相应的Kafka Connect Sync 来写入数据到这个目标系统里面去 好 基本上这就是总结了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怎样做到从Kafka的Posal 进行一个低影响的一个迁移系统 在这个演讲里面呢 我们首先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这个消息处理和流出处理技术的一个发展 然后我们对Posal系统进行一个简介 以及它我们为什么认为 它和别的系统相比有一些优势 我们也讨论四个关键区分点 最后呢我们讨论了一下 怎样做到一个低影响的 从Kafka到Posal的前一 好的这是所有的这些演讲内容 谢谢 谢谢